欢迎收看小鱼音品课堂 今天我用抹茶圆粉 给大家制作一款全新的饮品 抹茶黑森林 我相信大部分的店主们 都还在用三合一抹茶粉 很多朋友甚至连圆粉都没接触 其实圆粉制作出来的饮品 唇厚感更好 稍带一点的苦涩和抹茶的色特度 才是一杯抹茶饮品的精华所在 也是三合一粉无法比拟的 首先我们先来用圆粉制作出抹茶叶 玻璃杯中我们放入抹茶圆粉6克 加入150毫升热水 用茶咸搅拌 研磨成抹茶叶备用 这一步制作抹茶叶 是为了让我们更加方便的 运用在抹茶产品里 然后我们另取一个雪客杯 依次放入300毫升纯牛奶 炼入10毫升 巧克力酱6克 果汤15毫升 用把勺搅拌均匀 这时候我们取一个出品杯 杯里放入巧克力酱瓜地 倒入搅拌好的牛奶叶 最后把抹茶叶缓缓地倒入杯中就可以 在抹茶音品的上面 我们可以适当地撒上可可粉点缀 这一杯口感与颜值并存的 抹茶黑森林 就制作完成了 浓郁的巧克力味 搭配上抹茶的清新 在冬天里受到一致的欢迎 在冬天里受到一致的欢迎